自己當製片跟導演是一件 我到現在都覺得還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人家說是夢 但對我來講還是一個噩夢 因為我沒有想到壓力會這麼大 因為我拿的輔導金算是比較少 因為可能大家都認為說 線上藝人會有比較多人贊助 然後一個影后應該會很多的金主會出現 沒有 所以希望就是將來 我們的單位可以給心瑞導演更多一點的支持 我們要逐夢的話會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講一個很好的功課 因為怎麼樣學會說故事 對身為一個演員來講是更好的事情 當我從導演跟製片的身份回到做演員的時候 我會知道說做演員是非常單純而且幸福的事情 不要去煩惱太多 把自己的能量交出來就好 所以很高興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會演戲不代表說一定會很會導演 但是我努力 會依這一次的短片裡面的一個故事來做衍生 可能就是我爺爺的故事 那不一定是以我爺爺做主軸 可能是我的姑姑去做那個大時代裡面 大家一直看到政治上的一些評論 但是忘記一個事情是 在那樣大時代裡面有很多的愛情是被犧牲的 那那愛情的美麗是我們現在的人很難想像到的 所以我想拍那個時候的愛情 其實我一直覺得就是做電影這件事情 跟很熱心 而且願意去做這件事情的人 其實心中有一部分都是還是很熱心的 然後就但我覺得我自己也是心裡一直把我這個地方 一直也是很希望有機會的話 也是可以再繼續跟不同的導演合作 或是說新位導演 甚至是我覺得是學生導演都是沒問題的 就是一起來做這些這件熱血的事情 我沒有想過很具體的角色 但是大方上我希望可以能夠有機會嘗試到武裝 跟或是比較帥氣的角色 我這次就是那個入圍影片在夜的鏡頭 我是飾演一個在酒店打工的大學生這樣 然後他是故事的一開始就被客人帶出場 那也是他第一次被帶出場 然後在那個汽車旅館裡面 我跟高萌杰高大哥兩個人就開始 我覺得算是就是開始發生了一段 我覺得算是彼此就是反而你對陌生人 從陌生到熟悉這個過程 反而在這個晚上兩個人很快的卸下心房 就是對彼此有了一種很像是告解這樣 其實女孩壞壞算是我第一次拍比較就是 長片是比較就是商業片然後有明星這樣子 那因為上一部是比較是跟原住民有關的 是比較偏紀錄片的電影 那其實這一次就是一開始很緊張 而且因為電影前置也蠻久的 然後很慶幸就是導演就是他們 就是都很會教導演員 那我覺得就是導演跟製作人 真的都是比我們辛苦很多很多 那不管是前置或是開始拍攝還是後置的時期 我都有因為就是跟他們就像就是師生般的情誼這樣 那我覺得看著他們就是剪接啊或者是拍戲 或者是拍各個敬畏什麼的 我都覺得就是他們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也覺得我不可以就是 辜負他們的努力跟辛苦這樣 那就是我會不斷精進自己的演技 那希望就是以後可以跟兩位前輩一樣就是有亮眼的成績